对 风寒湿壁 他能把这个我们壁的就说那个是风湿病 那么他能除这个 然后呢 他还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记载 就是说呢 有风能通神明 这个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不是说真是 我们通神明这个有点神话了 不是 他说让人呢更清醒 这么一个意思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有哪些这个医家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病例 这个张仲景啊 为我们总结了好多个方子 他很多方子里边 都有这生姜和干姜 这干姜用的很多 比如说他创了一个方子 叫李中汤 还有李中丸 还有呢 比如说这个四溺汤 这最著名的方子 是温体肾之阳的 那么这个李中汤和李中丸呢 到今天我们发展了 加上一味福子 这幅药啊 在药店我们都能买到 能买到直接能买到 对 叫福子李中丸 福子李中丸 对 这个福子李中丸啊 在这方面 这个治疗作用非常大 它主要针对哪些 就是我们得了寒症的 对 脾肾阳虚 主要是脾阳虚 脾阳虚的 对 就是因为受寒引起的这种脾阳虚 对 您说的这个 介绍的这个福子李中丸 去药店就能买到 每个药店都有 这个肝浆啊 在中医里边 很多时候是用来救命的 我们的医生张仲景呢 创了一个方子 叫四逆汤 这个四逆汤呢 是中医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子 方子里边主要成分 就是福子和肝浆 福子和肝浆 对 这个福子是温慎阳的 它可以温慎阳 但是呢 中医有一句话 说福子呢 是非肝浆不热 它虽然是温慎阳的 但是如果它不跟这肝浆在一起配合 那么它的威力呢 就没有那么大 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中 经常用这个姜呢 作为调味品来使用 经常用得到 那我们在生活中的话 怎么来认识这个生姜的作用 生姜呢 主要作用有两点 第一呢 是散寒解表 散寒解表 对 第二呢 是合中植藕 这两个作用 那么这个散寒解表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当这个寒邪呀 从外表倾斜我们的肌肤的时候 我们是外边感受到冷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用生姜 用生姜了 对 因为生姜呢 它有发汗的作用 我们把生姜啊 切成片 用水煮一下 但是大家记住了 这个生姜煮的时候呢 不能煮时间太长了 对 比如我们想 我们想发汗解表的话 开锅 把姜下去 那么三五分钟 这个姜汤就可以了 如果你煮时间过长了 它发散的力量就挥发掉了 这一点提醒很重要 这是治感冒用生姜 那再就是这个生姜还有哪些用处 合中植藕 合中植藕 对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用法呢 就是说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啊 会脾胃不和 会迎接藕吐 这个生姜啊 尤其姜汁 它有植藕的作用 吃了以后呢 它把这个 这个上腻的这个胃气啊 给降下去 这是姜的一个特点 也是一个作用 对对对 那么在什么方子里用的比较 比如说啊 在这个 我们现在叫货香蒸汽水 那么这个货香蒸汽水啊 实际在中伊以前呢 叫货香蒸汽散 现在也有货香蒸汽软胶囊 有很多种这个制品 这个药也很传奇 这药是宋代这个煮的方子 那个时候的方子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感受了寒湿的时候 嗯 寒大湿 对 什么样的天气呢 比如这个天气有点凉 但是呢 又全都是雾气 湿气特别的重 嗯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货香蒸汽水了 好 特别感谢博士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你有跟我们介绍了很多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